雲林北港一鳴廟針對最近大家都非常喜歡飼養貓狗等貓小孩 推出了異犬將軍祈福燈 一推出就有不少的四主都前來預約點燈 燈一次啊 附燈碰鏡的時候 我們就來救二鐵獎冠 鴿燈鴿就隨便找到 就來點一下公民燈 讓狗的比較刮 它平常時就有些會亂八尾 每次點完之後那個燈啊 狗就會比較好 情況好一點 其實這個藝民廟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供奉著守護家鄉而犧牲的藝民還有藝犬 小小一間廟但裡面都保存得相當的好 也記錄了清朝時期北港地區的藝民還有藝犬奮勇抵抗盗匪的歷史 廟方主委也表示因為現今少子化的問題 其實越來越多人都是飼養著毛小孩 廟方也要轉型 也特別在藝犬將軍殿設置了這樣的祈福燈 而民眾可以把毛小孩的名字生成年月日 寫在這個燈上面 如果沒有出生日期也沒有關係 新陳澤林保佑毛小孩平安健康一整年 也要快快樂樂的陪伴四組 以上最新消息